看这大房车没啊 这大车叫什么? 凯普斯达NP400一桑 开什么? 凯普斯达 NP400 今天有一个朋友的凯普斯达 NP400是吗? 对 NP400 大房车 我靠 看看人家这大房车 跟我这个小车一比 我这要如果把架子卸了 也就到人家腰这儿 然后他这车上正好 有一个艾伯赫柴暖 今天晚上咱们测测艾伯赫柴暖的油耗 大家不是老说艾伯赫柴暖 德国的是吧 怎么怎么好 德国的怎么怎么牛 咱们正好跟他PK一下 看看他这个油耗怎么样 咱们先拿一根小油管跟他接上 好了这管子接上了 接到了柴暖的小油被上 回头这根管子 然后就直接插在油壶里就行了 待会加一升柴油去 这个棚里还有点柴油 到我柴油箱里头 哎哟去 这么大好油箱啊 16升呐 刚才我说这点油到地上 不说那能行吗 那能行吗 快到我湖里 好几块钱呢 这个也 是不是 走吧 打油去 小伙伴们 我们开始加油了 一升 精准的一升 不能多一滴 再也不能少一滴 定生数 请提倡加油 本次加油已完成 来交给你 倒干净了 倒干净了 北京人加油都一升一样 你说一升 那你不得让大家看看吗 到底是不是一升 希望大家才能看出这是一升啊 对不对 你说那是一升 那谁知道那是一升 五升的矿泉水桶 加了一升油 钱钱 我们是接个 七块一伙伴 到了 下车 把这椅子掀开 把椅子现在看完这机器 都不开 那它怎么装上那样 卸椅子呗 卸椅子装的 来咱们看一眼这个机器 这是一台4千瓦的 来铝椅子把这个扎一下 搞塞进这个桶里头 好 不行 除掉点 好了 咱们现在等到晚上 等到晚上测试一个 咱就当玩了 晚上见 吃完饭了 刚吃完饭 现在时间是8点48分 48分 看看我们这个 温度 室内的温度 现在是一个5度 一个8度 差了3度 然后看看室外温度 0.6 0.6 今天的 今天的室外温度应该是 比前两天我测试那个拆暖 要高一些 这两天海兰尔温度还挺暖和 天气预报 看一眼 今天是最低 零下4度 然后咱们现在正好是8点50 8点50 开机 开机测试 开机测试 开机 OK 刚才忘了测试温度了 和上次一样都是设定的 室内侧20度 今天咱们在这个车里测试 大家的结果肯定不能和那天相比 它完全不一样 第一个不一样 就是室外的环境不一样 第二呢 这个车的空间大 这车有 多少 10平是吧 有10平 差不多10平米 你确定是10平吗 这有10平吗 2米宽6米长 那你算 而且举价还高 顶子高是吧 对 就算按10平算吧 大概啊 车确实空间大 但是它这个保暖也特别好 保暖效果比那个 我那个金杯面包的强多了 所以大家就要看个热闹 别娇劲 别太认真 是吧 就是我也很想知道这个品牌的 它的油耗怎么样 现在是9点30分 已经40分钟过去了 40分钟过去 然后温度刚才是5度 5度 然后现在是15度 上升了10度 上升了10度 30分钟 上升10度 反正现在是变频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这设的是20度 当然它现在室温是10度 它就开始变频了 就是风 风已经很小了 15度 差不多 设的20度嘛 设的20度 它这个 它这个 就是它测温那个东西 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个控制器上 就是它这个开关上 还是在机子上 咱不知道这个品牌 它是在哪 所以差不多 你看它是现在15度了 因为空间大 所以它升温会慢一些 反正现在是已经升了10度 30分钟 其实它不是30分钟 它现在是40分钟了 它等于说它30分钟的时候 20多分钟的时候 就已经升到了10度 就升到了10度 请咱们继续看一下 继续等待 现在时间10点31分 不到两个小时 8点50开始了 然后温度还行 温度一直控制在15度 这个表也是 看看这个温度计也是 我这个拿到这儿来了 拿到这儿了 这个表也是15度 它这个跟我那个柴暖一样 到了一定温度 我设到20度 这个我也设到20度 也开始变频了 也开始变频了之后 就是但是这个温度计 一直在15度 没有下也没有上 就是它一直在一个 很最低的这个功耗 在运转 这个温度跟我那个是一样的 就是它不是特别准 不是说你设定20 它就开始变频了 然后低于20 它又重新达到最高最大功率 它是应该是有一个 上下会有一个落差的 可能是三次度左右的一样子 具体多少度没有去 去注意 但是它肯定是有的 咱们继续等待吧 看看外面还有多油吧 拿出来 拿出来 看下朋友 还有这么多油 看看翔姐现在是在这车里直播呢 我是在这个车里直播 给大家做测试 我们现在是现场直播测试 不要在这个评论区说什么 这个弄虚作假 这个那个了 现在的时间1点16 咱们现在看看油箱去 我现在已经感觉到冷了 先看下室外温度 室外温度现在是零下1.5度 1.5,1.3 看油箱 看这个油 油还有这么多 行继续 我刚刚看完油箱上来 现在是1点20分 就是它现在变频了 就是风扇啊 燃烧啊比刚才大了 能听见这个呜呜的风声吗 比刚才大了 还是15度 它这个挺奇怪啊 它这个15度咋就开始变了呢 开始 开始加温了呢 因为这样一开始变频了 它就 这个温度低了嘛 它要把温度拉上来 它这样就会 肯定会费油的 我估计它这个一升油 再有两小时吧 最多估计两小时就差不多 北京时间2点08分 刚才2点05分的时候 没油了啊 它现在已经爆没油了 我现在出一看一眼 那个油箱去 那油箱里还有没有油啊 我扣 好 完了 完了 把灯拿一下 太黑了 不是没油了 是倒了,风吹倒了 大晚上谁啊,怎么那么吵 刚才啊,风把这个油桶吹倒了 但是现在这个油桶 还有一点,看到了吗 还有这么一点 这一点铺垫能烧一小时应该可以吧 报名大家看,剩这么一点 我没想到这个风能给它吹倒了 我还以为没油了,还剩这么一点 咱们今天测试就到这吧 这点油应该还能烧一小时 现在是2点11分 好了,咱们现在冻结一下啊 把这油桶还得藏起来 走了走了 拿上我的东西 你们说做这测评容易吗 暖壶我都滴来了 带了一暖壶水 关灯 昨天测试油耗测试的挺晚的 今天起的有点晚 起来之后呢 就布置这个场景做几个方案过来 明天明天就开始拍产品主片了 拍着拍呢,我突然想起昨天测试柴暖这个总结吧 不是总结特别全面 我这个好好的咱们再总结一下啊 我刚才整理了一下,记了记 给大家好好的总结一下啊 昨天晚上也挺困的了 然后也没给大家好好总结 也没有说自己的观点 对不对啊 我这最讨厌这种 说了半天之后也没有一个自己的观点 那你做评价做测评或者做什么的 你干嘛呢 对不对啊 你必须大家看的不就是你博主的一个观点吗 对不对啊 对不对呢 大家自己去心里平衡 但是你博主的观点你必须有 对不对 所以我昨天我记得我是没有 采述我的观点啊 我今天总结了一下 我记了一下我好好说一说啊 咱从几方面说啊 第一个就是环境温度 环境温度我测试奔赴的时候 就是我车里现在用的那台啊 是天气预报 最低气温是零下9度 实测温度最低是零下8度 爱卑赫 昨天大家都看了啊 天气预报最低零下4度 实测零下2度 空间 然后我那个是 不算驾驶室是4平米 大房车不算驾驶室应该也是到不了10平米的 但是最终是多少啊 我没去量它 我估计8平米左右吧 第三个功率 我用那款奔赴的 它是5000瓦的 朋友这个房车的 爱卑赫这个是4000瓦的 它比这个奔赴少1000瓦低1000瓦 按道理来说应该省油 理论来说 理论来说啊 可是最后结果等会看啊 然后第五就是一升油到底用了多长时间 奔赴我测试的结果啊 是7个小时50瓦 不到8个小时 咱说7个多小时啊 这个爱卑赫呢 多天的相当于测试失败了啊 因为最后那个油箱被风刮躺下了 最后还剩了点油 但是测试的时候啊 是用了那个那些油啊 测试测试的油啊 是用了5小时20分钟 剩下一点油大家也都看了 我感觉那点油应该能用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应该是不成问题啊 两个小时估计够呛 咱们就折中一下啊 折中咱就算它一个半小时 然后也就是最后的结果啊 就是五五十五小时20分钟 加一小时30分钟 是六小时50分钟 如果这么看啊 它就比这个奔赋一升油整整少用了一个小时 但是咱这个数啊 不是很很客观的 大家都看见了 它这个油箱被风吹躺下了 为什么我没有继续测 因为它吹躺下之后 它它里边这个油管啊 这油管的油就全已经烧干了 如果你再继续测的话 它还需要泵油 这个泵油的时间需要挺长的 大概得有15分钟20分钟 然后昨天也挺困的 最后一看剩那点油 就差不多就完了 在我心里啊 这个国产的奔赋 价格是1000多块钱 跟这个德国的爱卑赫 它是5000多块钱 从这性价比方面去比较吧 咱们国产这个奔赋啊 比这个爱卑赫强 由此也能看出来很多人都说 这个爱卑赫多么多么省油 多么省油 这个测试结果出来了吗 就是这样也没有省多少 其实根本就没有省 顶多咱们再严谨点测啊 我觉得应该是差不多 不相上下的 但是毕竟咱国产的这个奔赋是5000瓦的 对不对 所以我个人啊 我还是推荐这个咱国产的 支持咱国产的奔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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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